这一消息来看到是屏东平俄公路 芳辽路段就在中午时刻 发生了一起连环追撞车祸 主要是一辆银色休旅车 没有注意到前方左转的车辆 直接撞了上去 接着波及到了一旁的游览车 游览车又失控追撞路边 一排扫墓民众的车辆 总共七辆车被撞 两人受到轻伤 索性松衣之后已经没有大碍 一辆银色休旅车 没注意到前方准备左转的白色轿车 直接撞了上去 因为反弹力还失控撞上右方游览车 游览车失去平衡 朝右方路边车辆冲了过去 连续撞上三部轿车才停下来 不但一旁扫墓民众吓到 游览车上的路客也全都吓坏了 游览车就冲出来 我就大吊看着他蹦 吓到 游览车左车头被撞的凹陷 这些意外发生在屏东平鵝公路 方辽路段上 一共七辆车子被波及 造成两人受伤 注意车前状况去撞到前面这一台 这一台 前面那一台再跑到对面 被游览车撞到 车头喷到我这边来 我看到要反应 没办法反应 就撞上去 然后偏移 受伤民众躺在病床上 表情相当痛苦 动弹不得 所先经过治疗后 已经没有大碍 中文新闻张宣华黄讯阳 屏东采访报导